道理虽然古达都没有跟我讲清楚 我们能想得通 你把这三桩事情连起来看 你就通了 你就会想出来了 阿罗汉断 见识烦恼 见识烦恼断了之后 他就成辟知佛了 辟知佛见识烦恼 见识烦恼习气都断了 所以辟知佛断成沙烦恼 成沙烦恼断了 他就成菩萨了 又生气了 但是那个菩萨 成沙烦恼习气没断 菩萨必须把成沙烦恼习气断掉 他就成佛了 所以摄法界里面的佛 见识成沙包括习气统统断干净了 那这佛断什么呢 佛就断无名 就起心动念 他只要不起心不动念 摄法界就没有了 所以摄法界是起心动念 成就的 不起心不动念 摄法界是那梦 行了 到哪里去了 到摄暴徒去了 摄暴徒里面华言讲 四十一位法神大司 主暴徒 主摄暴徒 这是真正净土 只有心性 没有摄别 摄暴徒里面的菩萨 过过都是 转八十称四肢 他用真心 不用忘心 用真心是正佛 用忘心是家佛 所以摄法界的佛 天台杂志成杂 相似极佛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出诸以上的境界 叫分正极佛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但是它为什么叫分正 它没有圆满 还带着喜气 喜气断了 才叫做妙觉如来 那喜气慢了 那才是真正 无伤 真正正究 我们现在 把这个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下定决心 万元方夏 夜心 专求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之后 很快就成就了 不要贪恋这个世界 我们就自在了 贪恋这个世界 就可怜了 诸佛看见 可怜明知 为什么可怜 贪恋世界 出去 阿弥陀佛再慈悲 也没办法 待你到极乐世界 这是真正之道 这个事情是关于自己 不关于别人 不关于别人